你回来把事情讲清楚 据我说法了 你不能说我们国家的体制都不好 台湾的几千万人口 你放在中国都不行吗 14亿人口我估计都死掉3亿了 哈喽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距离我上一支发影片 差不多已经有一个多月过去了 上一支影片 我主要是转发了一个别人说的 是别人的言论 他据称是来自新疆逃离出来的一个人 他是希望我们帮他转发 我就转发了 还真的是很敏感 后来相关的人员又打电话给我的家人 然后包括我身边的一些人 然后让他们转告我 因为我在美国 基本上就没有再去处理这些事情了 他们就只能通过去 我身边的人去骚扰他们 他们要求我把关于 转发新疆的这支影片 给他移除掉 因为之前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也不希望身边的一些人受到影响 所以我就立即把这支影片删掉了 相信一直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大家之前已经看过了这支影片 这不是我的立场 是别人的 别人希望我帮忙转发一下 并且我没有就此事 就新疆议题进行讨论 但是还是被警告了 那另外再顺便要提的一件事 就是相信很多之前 关注我的朋友都知道 因为在中国发生了那些事情 后来我现在在国外的时候 还是被骚扰 包括我的银行卡 很多都被冻结了 那在上个月我更新影片 包括YouTube给我的广告费 美国的银行卡 因为出了一些问题 没有办法转到美国银行卡 我觉得应该是 我在3月份的被抢劫过一次 然后我的那张卡就挂湿了 当时被盗刷了100美金 然后就联系银行 银行也退给我了 但是在那之后 我的银行卡好像刷500块 就消费不了 说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 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 YouTube广告费打不进来 后来我就想办法 经过各种各样的 然后就转到中国的账户里面 因为本身我平时也会用到淘宝 这些会买一些东西 包括给家人去买一些东西 所以还是会用到中国的一些线上支付的 所以我就干脆把钱就转进去了 一开始都是没有问题的 直到几天之后 我的那个账户又被冻结了 那张卡因为之前就没有什么钱 所以他们没有冻结 应该不是巧合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因为 转发了新疆的那个议题 然后现在又开始来关注到我 又要去冻结我的银行账户 之前的还是一直解封的 差不多有30万人民币 那这一次冻结的 就是之前的YouTube广告费 就差不多1万美金 差不多6、7万人民币这样子 又全部冻结 今天就想打电话去问一下 到底为什么要私自冻结我的银行账户 还是说这个银行账户存在什么问题呢 还是说要为了保护我的财产安全呢 为什么要冻结我 理由 包括冻结到什么时候 你总要给我一个说明吧 在中国这样无缘无故的 我也不是河南人 对吧 河南人那么多人 想必大家之前 应该都有发露这样的新闻 就是河南很多储户 他们是无缘无故的 他们都没有议论什么政治内容 像我议论的政治内容 都是很浅薄的 都没有讲到很深的层次 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应该也知道 我不敢说的太深 我就是讲的很浅显的 就讲一些社会时事 但是也是会受到 这样官方的一些处理 就那些河南人 他们是最惨的 如果说我惨的话 我觉得那些河南人是最惨的 他们辛辛苦苦 赚了那么多钱 啥也没说 钱就没了 你去抗议 你去讨说法 然后把你抓起来 我来找一下号码 我这上面还保存了 当时联系检察院的一些号码 打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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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好 我是去年被你们抓了 成 然后我的银行账户 不断无故的又被冻结了 所以我想看一下理由是什么 对对对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我知道啊 哦 就是我想说我的 你在哪里啊 打个跨扬电话吗 哦对啊 因为我这个打不过去 我用网络电话打的 你打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新闻也报道了 我觉得这样回去的话 其实对我是不太好的 你这样吧 你什么时候回来 把你的情况讲清楚 再说这个解冻的事了 好不好 但是这个冻结应该也要给个理由跟说法 然后期限什么之类的 你回来 你回来把事情讲清楚 就有说法了 但凡有一点爱着我的心 我跟你讲 我是 我可以跟你短暂交流一下 爱国这方面 我是真的爱国的 你知道有时候在国内可能不能理解 政府应该跟国家是分开来看的 我回国的打算吗 你如果是你愿意回来 看法院那边是一个怎么样一个说实 但是呢 就对你有一个重新的一个处罚 对缓行这块 其实你如果不走 我认为走缓行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 当时我们为什么对你取保 诶 当时你也在吗 为什么对你给你取保 当时你也在吗 我见过你一点 但是你应该我没有具体跟你做过手续 没跟你喊过话 是 从三亚带回到我们市区门口的时候 下车的时候 我见了你老家的公安去照顾你家里面 是吧 那你上新闻那些事 你当时上新闻的时候 在新闻里面都说了些什么呢 没有讲任何反对我党跟政府的事 我就讲我在中国 就因为翻墙被抓了 我相信你现在打电话回来咨询我们说 这个什么情什么说呢 你给你解冻 是不是之前出现问题呢 我问你 是不是之前出现问题了 就一个点你就去骂爹骂娘了 你不能说我们国家的体制都不好 从现在这个世界变化的很药体的大势上来看 中国的应对实际上就比美国要强得多 你无非你在那边你肯定随意骂爹骂娘嘛 是不是 想骂谁都可以 你既然在中国生活过 我听说你在台湾也是活过一段时间 对 那时候在海南去交换交流学生 带了思考 台湾我就是特别喜欢 对对对 你觉得台湾特别好吗 真的特别好 我建议去旅行一下 好我问你 你听我讲 你天天在议会里骂爹骂娘 这个打那个那个骂骂那个 台湾的几千万人口 你吃饭 好像没准备这大问题 那你放在中国的不行吗 这14亿人口我估计都死掉3亿了 哈哈 这个不能乱讲 OK 但你所说的任意样的东西 你一定要全面客观的去发表你的表述 你要发表言论 不是什么可以 是OK的 你不要认为在美国就没有银言或罪 那些事情 嗯 今后你认真的去考虑一下 你如果 如果什么可以 甚至说我们都可以 是不是跟法院那边去沟通 如果你回来可能会是一样的 什么样的行法 那时候我们都可以去做工作 你给我拿个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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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什么东西都往这个银子上来靠 你都回来会被关多少年 你现在如果愿意回来 我们可以跟法院去沟通 但是我不知道安徽那边的 那个国家那边的 对上次也不知道是什么部门 是不是究竟因为你上新闻的事情 我觉得应该就是上新闻的事 那你现在我说白了 像你这个事情你不解决的话 你回国给你一个建议 你如果是我建议你这个捉摸一下 回不回来 我们可以出面跟法院去聊一下 你考虑一下 不管你在哪 不要把事情提升到品质方面的问题 在国外你法版业都一定要注意 第二个呢 好好的去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回来 好好的考虑一下 是不是要回来 是不是要回来 你快回来 我依然承受不来 你快回来 那你先忙 没事 谢谢你 拜拜 自己认真做博一下 是不是要回来 现在已经差不多已经天黑了 所以总结下来就跟我预期是一样的 是不需要旅游的 就是 是不是要回来 是不是要回来 回来 主要它取决于我之前做的那些事 说了什么样的话 这是重点 那按照官方的角度来说呢 如果我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 也不去发表什么样的意见 那人家为什么要冻结你的银行账户呢 对不对 所以说 还是我自己的问题 不需要问 就不需要理由的 我也心名气和的跟他们谈了 所以这一次警员还是态度蛮温和的 不像之前的那些警员 所以他对我的态度也是很好的 当然按照他的立场来讲的那些都没有问题了 就是他站在他的立场来对我进行教育 所以这个钱呢 到了中国政府的口袋里 就像泼出去的脏水一样 是拿不回来的 所以说我也没抱着一定要回来 所以我打电话 都是很心平气和的去跟他们聊 毕竟也不跟他们讲道理 加之以前我已经经历过太多 这方面相关的类似的事情了 以前钱都被冻结了 而且冻结的更多的多的多的多 也没拿回来 现在冻结一点 那只能说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 以后关于一些话题啊议题啊 因为我还是个中国人 敏感的话题呢 能不谈我就不谈 就不说我 就像中国那些河南的老百姓 他们啥也没说 清清楚攒了一辈子的钱 说没就没了 讨说法都没有用 那关于这个后续呢 其实中国官方有一个后续的一个调查 警方啊通报说河南村镇银行的进展 然后抓了一部分人 所以说基本上这样的一个后续 我们不用看都知道 抓几个人就说这件事就完了 但是这个钱呢 到现在也没有还 只是抓了一些人 有人说啊 这是替罪羊 真正的幕后的一些主犯的 相关的既得利益者 上层阶级的那些人呢 他们有的是权利 有的是金钱 所以说那些真正的人 他没有被抓起来 随便就抓了一个下面几个人 然后抓了一阵子又给放了 行政拘留 当然这个墙内的小逢就很激动 认为这个国家还是出手了 你看这些台湾的 美国的海外的这些境外势力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村镇银行 警察也不管 甚至这个警方跟银行这些政府 都是官官相互的 就一起来坑老百姓 你看现在打脸了 警方就抓人了 对吧 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替罪羊 他们就觉得看到这样一个新闻 就觉得国家出手了 相信国家 感谢政府帮老百姓抓住恶人 希望银行老板早日能把老百姓的血汗钱还给百姓 也感谢政府陈处相关人员 已经抓住银行背后的黑手了 河南警察好样的 为你们点赞 这些小粉红的嘴巴里吐不出什么话样 这个话也是一日复一日的 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好样的 什么什么的为你们点赞 每个国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问题 银行是免费帮你存钱的 资金链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 又不是所有银行都出现问题 真不知道国外媒体放大焦点意义在哪里 我就不信国外银行不出问题 我相信国外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吧 台湾的银行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吗 他说银行是免费帮你存钱的 银行把你钱拿去 然后通过你这个钱 你存的钱 他积累起来 很多人的钱都给他了 免费给他 应该是你免费给他的 他拿去投资去赚钱 而不是说银行免费帮你保管钱存钱 免费把钱存到银行 然后银行可能会给你一些利息 但是他赚取的这个收益是更加巨大的 所以说银行是赚钱的 他不是说免费帮你存钱 那个智商太低了 文化水准太低了 就出来评论 还是回去书 好好读一读再出来留言上网 那些抗议示威的人 我感觉应该是受境外势力操控的 因为在中国很少看见这种用上街游行方式来表达不满 中国民生还是很满意的 不像国外对政府失望到上街闹事 所以我觉得境外势力特意放大了这次事件 怂恿中国人上街 然后中国就乱套了细思极恐 所以说河南的这些人都是被境外势力怂恿了 银行钱被冻结了 也是境外势力搞的鬼 因为在中国很少看见这种用上街游行来表达不满的 你敢吗 你要上街你就是犯法 你这个游行抗议都是犯法的 什么叫你在中国都没有看见过这种上街游行来表达不满的 所以说中国是民生是很满意的 所以说没有人出来抗议 不像国外对政府失望到上街闹事 所以这些人就这种畸形的思想 然后通过这种来留言 让其他人也跟他一样的畸形 就是互相传播这样子 就整个中国大陆的圈子里面的人 就互相影响 因为我们身在中国以外的街人 就经常看着这些小粉红的言论 毫无逻辑 没有道理 就是因为这样的 喜欢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看法 你也可以透过影片下部长超级感谢赞助频道 谢谢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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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